沈家庄园,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军人突然造访,她身材高挑,顶着一头寸短,差点被认成了俊俏的小伙子。 请问您是? 女军人不卑不亢地做了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蓝从安,今年27岁。 姑娘,您这是? 蓝从安再次自我介绍道。 爷爷您好,我是沈丰的妻子,今年国庆在部队举行的集体婚礼,很抱歉,由于任务在身,婚礼比较匆忙,没能提前通知你们。 此话一出。 全家人都被震惊得不行,连沈亿都愣住了,二疯子这绝对是一波高效有力的超级打击。 老二媳妇,如此气质,还是个陆军中尉。 哇塞,二哥这速度,他俩在部队竟然抽空结了个婚。 我没有听错吧,那没心没肺的牲口,居然能娶到老婆。 当着媳妇的面,哪有这样说自己儿子的? 众人都只顾着惊讶,唯有沈老爷子第一个回应。 孩子,你跟沈丰真的在国庆结婚了,那小子瞒得我们好辛苦,什么都没跟我们说呀。 是的爷爷,沈丰在部队还有任务,让我先回来报道,顺便给大家一个惊喜。 蓝同安再次向众人问好,并大大方方地按照备份给每个人打了招呼。 爷爷,奶奶,大伯大伯母,爸,妈,三叔三沈,大哥大嫂,三弟,姨,四弟五弟那俩双胞胎怎么不在呢? 弟妹,那俩和我在公司值班,一会儿饭点就回来了。 哥我没听错吧,他居然叫我大嫂,好突然,好害羞。 初次见面就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所有人的称呼,看来小兰同志是提前做足了功课。 她这一改口,所有人持续震惊地无以言语。 沈老太太第二个出生询问,孩子,风儿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奶奶,她有任务在身,还得等半个月后才能回来。 小兰同志得体又大方,没有一般女人的扭捏,一言一行也铿锵有力。 真好啊,沈丰那小子真是捡到宝了,咱们沈家如今又添了一员。 老二,恭喜你们两口子,得了这么好个儿媳妇。 爸,您这是恭喜你自己得了个好孙媳吧。 丫头快坐,马上吃晚餐了,肯定饿了吧? 对,回家了,就不要拘礼,想吃什么跟厨房吩咐一声就好。 灵儿,晚上把隐隐一起叫过来吃饭,让她也见见嫂子。 已经通知了,这会估计在过来的路上了。 餐厅里,沈乐轩呆呆地看着兰同安,小声地和沈医说道。 这充分印证了一句话,女人帅起来根本没男人什么事,小兰同志太帅了,我都快被他迷死了。 我同意,弟妹比二疯子有气质多了,真是便宜那个臭小子了。 除了赞美,沈一满脑子就只有一个讯息,沈丰结婚了,沈灵也领证了,而他这个大哥现在啥也不是,一旁的沈欲万分感慨地叹息道。 老弟,现在就剩我们这俩碍眼的单身狗了,一把年纪,我真看不了这个。 是啊,大哥正在热烈,二哥已经结婚,就连三哥也悄悄地把证领了,我俩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好惨。 众人闻言,沈家长辈们再次被这个大惊喜震惊到了,一口同声就是一句。 什么,你和盈盈已经把结婚证领了。 臭小子,这种大事竟然还瞒着我们,该揍。 沈灵本想年后再宣告这件事,被小四小五提前透露,如今只好承认了。 是的,九月底我跟盈盈商量好了,先把结婚证领了,婚礼等大哥一起办。 小兔崽子,你这不是胡闹吗?结婚证都领了,还不办婚礼。 臭小子,你和你哥串通好了是不是?婚姻大事,我这当妈的竟然全然不知。 不行,绝对不能委屈了盈盈,明天就给我搬过来,婚礼的事情要不这样,等你二哥回来,咱们在家里给你们俩补办个婚礼。 这个主意好,我看就这么办。 就在此时,蓝童安很家常地说出了他和沈丰的想法。 各位长辈,我跟沈丰的意思是,不用铺张浪费补办婚礼,部队的集体婚礼也特别有纪念意义,加上任务在身,年假没有几天能在家里。 众人听完只能无奈地叹气,觉得委屈女孩了,不过也都表示理解,只要两口子平安幸福就好。 爷爷奶奶、爸、妈,我本打算跟大哥和萱萱凑个热闹一起办婚礼的, 但现在一想,我们都只结一次婚,那就分开办吧,我们就推在大哥和大嫂后面办也行。 闻言,众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沈丰和乐轩。 你俩现在有资格领结婚证了,我看最好后天就去把证领了,把萱儿的户口赶紧牵回来。 沈乐轩是真被突然冒出来的小二哥的老婆刺激到了,替沈丰着急,他自己也着急了,但他是几个哥哥中年龄最小的,沈家长辈真不忍心催他。 吃过晚饭,沈老太太和三个儿媳拉着小兰同志来到偏厅,继续拉着女人之间的那些家长。 孩子,你老家是哪儿的呀,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没等孙系回答,当婆婆的阿尔齐又喜滋滋地说道, 闺女,等沈丰回来,我们得去你娘家,好好拜访亲家。 兰丰安丰进门就被这家庭气氛暖到了,他不卑不亢,一五一时地汇报起来。 我老家就在隔壁市区,沈丰两年前分配到了我们部队,那时我们才认识的,我母亲是重案组的一名警察,父亲是一名缉毒刑警,后来他们不幸殉职。 我是在部队里长大的,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 众人听后脸色瞬间凝固,作为烈士的遗孤,为了保证她的安全,11岁就把兰丰安排进了部队生活。 听了她的这番话,沈家众人沉默了两久。 闺女,那死小子要是敢让你受半点委屈,我就扒了他的皮。 孩子,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回家了就随便点啊,你爷爷虽然也是军人,但家里没有部队那么多的规矩,放松点,随意一点就行。 谢谢你们,我听沈丰说起过爷爷和太爷爷的故事,我很荣幸能嫁到沈家,这个家庭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大家都对我很好。 农历十二月十二日,乐轩生日当天,一早他就和沈一去干了一件大事,领结婚证。 如今兄弟几人还没着落的,就只剩下沈与沈浩这对难兄难弟了。 小妹,那咱俩以后各论各的,我管你叫大嫂,你管我叫五哥。 续接上集,沈家庄园突然来了一位女军人,原来沈丰已经在部队里结了婚,全家都很喜欢这个老二媳妇。 在沈一和乐轩与正的头一天晚上,王二就黑着你,把轩丫头的户口本送了回,脸上写满了不情愿三得子。 二九,松手。 就不松。 几个意思啊,不放心还是咋的? 死小子,你要是敢对轩宝贝不好,老子就打断你的腿。 怎么可能会对他不好,他的命就是我的命,上辈子和这辈子都注定绑在一起。 交完户口本,白锦锐转头来到了乐轩的跟前。 宝贝,一想到你要被这臭小子挖走,父皇就受不了这个刺激。 父皇啥也不说了,常来看看二舅,走了。 二舅,大门在这边,你走反了。 白锦锐的前世正是乐轩前世的父皇,后宫家里三千,这一世虽然成了大明星,但因为天生患有脸盲症,决定孤独终老终身不娶, 因而这辈子所有的感情寄托全在乐轩身上。 第二天正好是乐轩的生日,沈一带着他来到了民政局,顺利办理了结婚手续。 乐轩突然想到一个纠结的问题,结婚后该如何称呼一哥哥。 叫老公太死板了,奶奶叫爷爷沈爱国,妈妈叫老爸则哥,二沈叫二叔远哥,三沈叫三叔伟。 快刹车,别说出最后那个哥子。 乐轩这才明白,三沈为啥不给三叔喊哥,而是直接喊的老公,他实在想不出该喊啥了。 太难想了,那我还是叫你一哥吧。 不亲切,太见外了。 沈老师,沈校长。 拜托,再想想,都很难听。 乐轩白得太野,从小一直喊的哥,这会突然要改口,咋的改吗? 沈大,沈大漂亮,沈大学霸呢。 干嘛学二疯子,再想想。 那我叫你游戏里的昵称,公子义,义军好不好? 教义,上辈子的成活,这辈子接着用。 咦,肉麻死了,哥我想好了,以后我想到什么就喊什么,你都得听着。 没问题,我的小汉包。 回到家里,小两口一进门,就被全家长辈一脸期待地追问起来。 义儿,轩儿,结婚证领到了吧,没发生什么意外吧? 领了,人不多,很快就办好了。 这下好了,轩儿的户口终于可以迁回来了。 刚融入这个家庭的君嫂兰从安,还是一本正经的那个称呼,就差给两人进个军礼了。 大哥,大嫂,新婚快乐,差点忘了,今天还是大嫂的生日,祝大嫂生日快乐。 一句话喊了三声大嫂,乐轩的小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谢,谢谢小安同志。 乐轩实在叫不出弟妹两个字,她的内心在祈祷,希望四个五个将来的老婆比她小, 否则个个都比她年龄大,实在有那么一点点尴尬,但更尴尬的还得是双胞胎兄弟。 轩轩虽然满二十了,却是我们中最小的一个,我可不习惯叫她大嫂,我还是喜欢叫她轩轩。 小妹,那咱俩以后各论各的,我管你叫大嫂,你管我叫五哥,哈哈哈哈。 棒锤,瞎说什么大实话? 蓝同安被这一家子的气氛瞬间暖到,立即随和的紧跟队伍。 大嫂很年轻漂亮,在部队我经常听二疯子提起你的传奇事迹, 我比你大七岁,那我也叫你轩轩吧。 随,随便喊啦,喊我名字也,也很好,对了小安同志,我好想听你跟二哥的恋爱经历啊, 从小我就特别崇拜军人,军人之间的爱情绝对也是很神圣的。 好吧轩轩,那我就简单给你们讲讲, 我跟二疯子是不打不相识,第七路战队算是我的家, 我凭实力往上爬,原本该我升职为上尾,结果突然空降了你二哥,成了我的上级。 一开始我就各种不服,没少和他发生摩擦。 摩擦,哎呦不错哦。 哎呀四哥别捣乱,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我不服,就用武力挑战他, 可不管怎么样都打不过他,用小计谋偶尔能赢,沈丰脾气没多好,被我挑战烦了,就经常对我。 一旁的乐轩快急死了,撒娇式的催倒。 经常对你咋样,快讲快讲,惊,经常对我永春拳警告。 对不起二嫂,我知道这样很不礼貌,可是我实在忍不住想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不是吧,二哥还会永春拳,是这样吗?永春,二疯子。 屋内顿时哄堂大笑,气氛瞬间升华,一旁的沈志伟见兮兮的说道。 这疯小子,老子莫名其妙感觉还挺浪漫,咋回事呢? 柳树云突然有些心疼安安了,张嘴回怼沈志伟。 你还想对我动手是咋的?打出来的老婆,哪浪漫了? 一听三婶这话,蓝从安联盟出声帮沈丰解释。 不是的三婶,军人在训练场上要是不狠,不吃苦,将来就会死在战场上,这不能怪他。 每个兵都狠,每次狠完之后,沈丰经常半夜三更拿着爹打损伤药,悄悄去给他们涂伤,也偷偷给我送过药。 好浪漫啊,白天打架,晚上送药,你们的火花就是这样擦出来的吧? 突然有点嫉妒沈老二了,人不在家里,竟然被他喂了一把狗粮。 我说老大,你今天的狗粮撒得还不够多吗?又是领证,又是萱萱的生日,看都给我看饱了。 是啊,大哥,今天晚上不准丢下我们,必须搞一个告别单身派对。 行,安排。 沈老爷子也是军人,多半也挠不出了沈丰在部队送药的画面,气哼哼的就是一句。 小兔崽子,没个规矩,竟然翻墙给女战士送药。 爷爷你真神,你怎么知道沈丰是翻墙给我送的药? 那什么,先别聊了,开饭开饭。 好你个沈爱国,那墙你也没少翻吧? 沈家儿女中,最先结婚的是老三沈灵,但她跟方尹并没有住在一起。 一个住在沈家,一个住在娘家,两三天过来串一趟门,像走亲戚似的。 盈盈,你和灵儿都领证这么久了,啥时候搬过来啊? 二伯母,哦不对。 妈,我们还没有办婚礼,住过来还不太好呢。 对此沈老爷子也是一样的想法,一个劲得夸方尹董事。 还是丫头想得周到,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咱们沈方两家这点体面还是要有的。 真是委屈你们了,等你大哥举行了婚礼,我们就立刻给你们操办。 对了灵儿,一会开车送隐隐回家,别忘了上楼给方爷爷和长辈们打个招呼。 知道了吗? 妈你不知道,沈灵哥一开始还不好意思, 现在脸皮可厚了,去的时候两手空空,走的时候四个荷包都装满了。 那时方爷爷疼我,某些人还不想让我下楼呢? 领了结婚证,接下来就该讨论婚礼的日程了,沈亿突然有了主意。 轩儿,我俩在年后的农历二月初二举行婚礼好不好,那时天气暖和了,你穿婚纱不会冷。 可以啊,我没有问题,到时候我们提前回去把村长爷爷、太奶奶还有大著书他们接过来。 这个日子不错,咱们中国的老黄帝,二月二十龙抬头啊,那就这么定了。 看日子就剩一个多月了,明天我就开始慢慢筹备婚礼的用品。 大嫂我来帮你,多准备一份,反正一儿半完就轮到灵儿了。 还有我还有我,三个女人一台戏,省钱省时又省力。 一屋子的欢声笑语,再次温暖了出入沈家的二孙媳妇蓝丛安,别说小蓝同志了,这样的家庭我都想嫁。 几天之后,两年没回家的二疯子可算是回来了,他一身军装,阳光又帅气,或许是有了老婆的缘故,那股吊儿锒铛的感觉似乎有所减少,但减得不多,刚一进屋,一家人的目光全都注视在了他的身上。 怎么了这是,我一回来,砸给我一种三堂会神的感觉。 沈丰往媳妇面前一站,严肃又略带见笑地说道,放松放松,自己家。 收到。 假小子,老子现在不是你上尉,是你男人,赶紧回魂。 呃,我去帮你收拾卧室。 沈老爷子,沈志远两口子,手里都抓着一样东西,看在小蓝媳妇的份上才没有砸过去,蓝从安独自回来还不紧张,怎么沈丰一回来,他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咋的了这是,怎么感觉怪怪的。 到底是过来人,沈志远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这俩刚结婚的年轻人,恐怕还没入洞房吧,有点意思哦。 沈志远,经验丰富啊,你是咋看出来的? 与此同时,向来对事物观察如微的沈亿也看出了一样。 我说,沈老二,你不会只跟弟妹办了个集体婚礼,还没来得及去民政局领证和那什么吧? 你懂的,老实交代。 这都被你们看穿了,假小子你跑啥,等等你男人啊。 沈丰追上小蓝同志,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他一招永春拳警告。 再叫老子假小子试试。 那叫沈丰老婆,或者沈家二少奶奶。 我说沈二少尉,几个月不见,我看你是皮又痒了,今天我非得给你松松筋骨。 永春,小二爷,蓝教官,请指教。 此时躲在一旁偷看的沈某爸嘿嘿一笑,嘿嘿嘿,这儿媳妇不错,是能收拾这只牲口的狠角色。 这臭小子,就得找这种不会被他欺负的女人,安安正合我意,他俩还真打呀,要不我过去劝个假。 你这小身板还是算了,这种打到场面,余波都能给你震飞。 晚餐后,沈丰带着蓝从安去找沈亿,开门见山地说道。 哥,当萱萱的户口办好后,参加完你们的婚礼,我们俩就去领结婚证。 哪这么麻烦,你们随时可以去领啊。 不瞒你说,我跟安安都是国庆抽空结的婚,刚拜完天地就接了个保密任务,直到今天回家我才跟他见上面。 看来被沈亿猜准了,这俩小夫妻还真没入过洞房,沈丰接着说道。 这次回家除了领证,还要办理销户转军级的手续,以后家里的户口本就没有小二爷我的名字了。 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先把户口本给你,你去领证转户,反正你俩婚礼也办了,用不着等我和萱萱。 老大,明嫁娶之礼,长优有序,你不办婚礼,我哪敢领证,你大我两个月,我不服务也不行啊。 在沈家长优有序还有另一层用意,沈家当家人只利长子,承担家族兴旺之责,长兄如父,不可逾越,不可发生纠纷。 这是一层既传统又很微妙的关系,稍不注意就会搞得儿孙一盘散沙,因而兄弟几人都知道分寸。 家族的担子交给了沈亿一人,结婚生子这种大事,也不能跟大哥争,这是沈家的规矩。 什么破规矩,这些我都不在乎,户口本在我这儿,你随时过来拿。 你不在乎,可是我们在乎啊,老三领了证等你办酒席,我在部队举行了婚礼,现在等你办了酒席后再领证,我们俩总得各等一步吧。 领证的事情他可以等,但入洞房小二爷可没打算等了,回到自己的别墅,蓝丛安有意繁琐的主卧的房门,让沈丰独自一人在客厅冷静冷静。 好你个假小子,还敢把门给老子反锁,快点开门,否则小二爷我可要拆门了。 小蓝,从安,安安,快开门啊,你男人要冷死了。 大概等了十几分钟,屋里的蓝从安总算是开口了。 小样,服不服? 服了服了,我的老婆大爱,行行好,开开门吧。 滚进来吧,别默默唧唧的像个老娘们。 第二天,小两口起床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沈丰脸皮厚,半点没觉得不好意思,一脸的春风得意,走路都带着骚气。 而蓝从安突然成了家,有了新的家人,她想起自己去世的亲生父母,难免有了些许伤感。 哪个女孩不希望出嫁时,有妈妈在耳边唠叨,有爸爸拉着自己的小手,郑重地交到女婿手里,可能唯一能体会她此刻心情的,只有沈乐轩一个人了。 续节上集,沈丰从部队里休假回家,小两口几个月没见,一见面就互相掐上了,小二爷晚上还差点睡在了客厅。 第二天,沈丰跟蓝从安讲起了乐轩小时候的故事。 安安,小六从小身体就不好,在大山里吃了很多苦,后来跟着大哥练过一段时间的功夫。 你逗他玩可以,但别跟他来部队里那一套,这小家伙从小养得娇气。 小六的身世也挺可怜的吧,我听妈和大伯母讲过,他两岁的时候,父母就被泥石流夺走了生命,吃百家饭活到五岁。 没错,萱萱从小就很心疼我们几个哥哥,他过六岁生日,我把所有零花钱都给了他,让他买喜欢的东西,结果他撒娇找老妈买了个别打二哥,我觉得他天生就是我其妹。 小兰同志收回思绪,忍不住小声地问道,没想到他还练过功夫,万一我和他切磋,动上手了呢? 你打不赢大哥的,我俩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萱从安听了大吃一惊,就他那略微发福的身材,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大哥长得这么倾国倾城,没想到还是个练家子。 你别看他那张脸,那是相当有欺骗性的,整个沈家就属他最阴险狡诈,生意圈子里就没人玩得过他。 这么给你说吧,凡是招惹他的人,他只需要略微出手,就能置对方于死地。 要不是爷爷常念紧箍咒,让他得饶人处且饶人。 沈大这才有所收敛,他上辈子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将军呢,只有小六能想得住。 萱从安目瞪口呆,对沈大暴君又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明白了,沈老大就是个双手不沾血的高雅刽子手。 没错,兰中尉总结得很到位。 此时的沈亿在公司处理事情,要是知道自己在小二两口子眼里是这样的形象,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沈尚未,你家人对我这么好,我过来也有一个多月了,也没为大家做点什么事情,要不今天的晚餐咱俩包了,给他们换换口味。 没问题啊,你主厨,我给你打下手,六点准时开饭。 那走吧,现在就开工。 很快到了饭点,沈亿也回来了,一大家子全都围在了餐桌旁边,期待着沈丰和兰从安联手安排的部队大餐。 今晚是二哥和安安下厨,终于可以尝尝部队的味道了。 我没听错吧,二疯子竟然学会了做饭,希望便是黑暗料理。 很快,小两口一人端了一个不锈钢盆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开饭了开饭了。 众人顿时被制成菜的工具小小的雷了一把。 二哥二嫂,这不锈钢盆是用旧手机换的吗?我还头一次在家里见到。 这,这不就是把各种菜和肉切了,炖了一锅搭杂烩啊? 部队真这样吃的吗?我突然想点个外卖。 点哪门子外卖?这可是二哥二嫂的一片心意。 你们俩必须捧场,保底两碗米饭。 你小子懂什么?很久没吃到部队的大锅菜了,今天我得多吃两碗。 随后沈丰张嘴就是一声命令。 一人一只碗,准备开饭,不吃了今晚饿肚子哦。 惊饿了几秒钟,乐轩和沈老爷子第一个准备动手。 这可比我小时候吃的百家饭好太多了,一看就很有食欲。 爷爷,我也要吃几大碗。 丫头,那咱俩比比看谁吃得多,你们都别看着,自己动手风衣足时,先吃完不管,后吃完洗碗。 吃过碗饭,乐轩跟着爷爷在庄园里转有消食, 忽然撞见小二哥跟安安又拳脚相向地打了起来。 原来这两口子是因为早上赖床了,没有晨练,小蓝同志抓着沈尚伟就要补交早上的作业。 二哥二哥,我也练过功夫,可以让我跟安安切磋一下吗? 好,好啊,咱们点到为止。 蓝同安突然想起早上沈丰说的话,她倒不怕把小六打扑,而是担心她背后的沈大暴君。 小六可是她的逆龄,就在此时,沈亿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那个,萱萱,我忘了厨房还没收拾,咱们改天再约架。 不是要比武吗?弟妹怎么跑了? 老二,咱俩好久没切磋了,要不来练练。 算了,我这刚被媳妇揍完,现在还得被你这个暴君折磨。 小二爷,我这身子骨可承受不了。 我看你们俩也别练了,爷爷刚才吃了四大碗呢,我去厨房帮小蓝同志,你们就陪爷爷散散步吧。 你们半天不打,老爷子都睡着了,爷爷醒醒,进屋睡吧。 打完了吗?谁赢了? 当天晚上,沈丰因为领证的事情再次找到沈亿。 哥,我和安安接到同志。 正月十二就要归队,所以等不到你们办婚礼,民政局一上班,我们就得去领证了。 哦,那挺好,我非常支持,你们都结婚这么久了,早该办正式手续了。 按照嫁规,长优有序,我最多生孩子比你晚,不会影响你儿子做下一任的当家人。 你和萱萱可得加油啊。 兄弟之间扯到继承的话题确实非常敏感,沈亿不在乎这些繁文入截,每个弟弟的后代当家都无所谓,他只希望乐萱健康平安就好。 生不生孩子那都是次要的,可几个弟弟都愿意让着他,一切以这个大哥为先,这大概就是沈家能一直团结,遇事都能凝成一股绳的原因了吧。 沈丰走后,沈亿拿着户口本,目光迟迟停留在他的名字上。 薛儿的户口马上就迁回来了,二疯子却要走了。 沈亿是真不想把老二从户口本上放过,可是谁又能留得住风呢?一转眼到了正月十一,沈丰带着兰从安早早地来到了民政局,顺利办理了结婚手续,可惜明天他俩就要归队。 沈亿和小六的婚礼肯定是没办法回来参加了。 安安,咱们这一走,再回家不知道又是啥时候了。 别忘了礼物,大哥萱萱,还有三弟和盈盈各准备一份。 还是老婆大人想得周到,可惜咱们不能亲自到场参加,太遗憾了。 是很遗憾,不过来日方长,大哥三弟他们会理解我们的。 沈家庄园,离沈亿和乐萱的大喜之日还有十天,婚礼已经在开始筹备了。 为了不让外人说三道四,小六出嫁,得从白家那边嫁过来,按照传统。 婚礼之前新郎新娘不能见面,白锦瑞一大早就来到沈家,准备将萱儿接回白家。 臭小子,二月初二之前,兼职骚扰我家宝贝哈,这是规矩。 沈亿暗暗磨牙,五六年他都忍了, 最后再忍十天而已。 哥,不要太想我哦,十天后见。 好好照顾自己,别被狼儿就饿瘦了,二月初二准时过来接你。 你小子什么话,我还能亏待了轩宝贝不成,他是在家等着吧你。 哥我走了,别忘了昨晚交代你的事情。 乐轩走之前给沈亿交代了一个任务,回大山里将村长爷爷和太奶奶一家接来城里,老家其他的亲戚愿来则来。 刘爷爷,太奶奶,我和轩儿要结婚了, 今天特意过来见你们进城。 孩子,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了,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就是你太奶奶身体不太好,眼看不见耳听不着,要不她就不去了吧。 轩儿特意交代过,太奶奶必须接过去,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婚礼结束后,顺便去医院给太奶奶检查一下身体。 那行,孩子,我们听你的,你大著书他们从县城直接坐高铁过去,咱们不用管他,我这马上给你做口饭吃,吃完咱们就出发。 来到白家几天,乐轩都有些想回家了,觉得住回沈家就地结婚也没什么关系,哪有那么多规矩要守。 她本来就是个孤儿,这辈子能嫁进沈家,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可她无意间听见了影帝爹和外婆私下的一番话,让她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太没良心了。 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没结婚的人,第一次看见婚儿,就感觉特别亲切,自从姐把她领养回沈家,我就真把她当亲女儿看待了。 如今,婚儿即将嫁人,虽然那臭小子是我亲外甥,但这种感觉还真不好受。 傻小子,这丫头从小没了亲生爹妈,你平时瞎忙,很少跟她在一起,嫁人这么重要的事,丫头肯定会有些伤感,难免会想起自己死去的爹妈,这几天你可要多陪陪萱儿。 我知道,平时我很少陪她,幸好萱儿跟我也不生分,是个招人疼的丫头。 白锦瑞还并不知道,她上辈子正是乐轩前世的父皇,所以今生才会如此的亲切。 听了这番话,乐轩觉得十分惭愧,她决定用心做好最后几天的白家女儿,乖乖等着沈亿来娶。 二舅爹,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女儿,以后我给你养老。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吗?不结婚就有这么乖个宝贝女儿,我这懒头的真牛。 自从得知了乐轩小时候的遭遇,白锦瑞这些年便拼命地拍戏赚钱,修了不少希望学校,也资助了很多贫困山区的孩子。 很快到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也是乐轩出嫁的日子。 沈家庄园,沈一手捧鲜花,穿着一身帅气的新郎礼服,接近队伍整装待发。 而白家这边,乐轩早已美美地穿上了婚纱,静静等待新郎的到来。 各位仙女姐姐,你们待会儿手下留情啊,别太难为沈大先生,我嫁出去不容易的。 那可不能轻易地放过她,为了婚后她不欺负我家小妹,今天一定要狠狠为难她一下才行,让她长长尽兴。 萱萱你就放心吧,我很不负责地向你保证,我们肯定给她留点力气娶你回家,也尽量不影响她今晚洞房花烛。 你俩还是做个人吧,营姐,别忘了你和三哥的婚礼也快了哦,你懂的。 白家和沈家不在一个市区,行程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只见空中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二十架直升飞机陆续飞过,半小时后,大概九点的样子。 沈一的迎亲空军就到了白家庄园,二十架直升飞机一次盘旋在白家上空,简直帅炸天了,突然间,两张大红横幅突然从天而降,上面写着十二个大字。 沈乐轩我爱你,一军娶你来了。 乐轩急忙走到窗口往外一看,那场面相当壮观,搞得像空袭一样。 轩轩,沈校长简直太浪漫了,好羡慕,好嫉妒。 这一大美人,他咋不开个坦克车队过来呢,太招摇了。 下了直升机,沈一率领大郎团来到白家楼下,张嘴大声喊道。 沈乐轩,我来娶你了,请你跟我回家。 由芳心领头,所有伴娘立即发起刁难。 你说什么,她,没,听,见。 看来是时候轮到我出场了,义少,要不我上楼去把门拆了,然后你们再一起往里冲。 别那么野蛮行吗,上去给他们来一场红包鱼,肯定有人攀变。 一系列的红包战术之后,新娘子终于美美地站在了新郎面前,但要想将人带走也没那么顺利。 新郎官,你为什么要娶我们萱萱呢,当妹妹不好呢? 对啊,说个理由出来,十个字以内,要不带任何脏字的说一句打动我们的流氓话。 你们这也太为难人了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沈一垂谋思考了几秒钟,慢条四里的接了招。 我想每天跟她做四件事。 刚好十个字,那么请问是哪四件事呢? 一日,三餐。 众人闻言,有对象的人瞬间秒懂。 窝了个草,一少你给真乌,确实够流氓的。 乌是污点,不过也算财高八斗,问题我们也不问了,但要接走新娘子,必须再满足我们几个要求。 请说。 必须对萱萱好,不准欺负她,也不许惹她不开心,心里永远只装着她一个,能做到吗? 好了好了,别再为难咱们的沈大美人了,再不出发,那边的亲朋该等着急了。 萱萱,我看你才是最着急的那个人吧,这么恨假。 就这么简单嘛,你们放心,萱儿是我的全部,从她五岁时就已经注定,不对,上辈子就已经注定,我爱她胜过自己。 肉麻的话就这些,其他的留着晚上悄悄说,不给你们听。 行了行了,再问下去,狗粮都得给我喂饱了,放过你了,带新娘子走吧。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沈亿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回到沈家庄园还得继续折腾,接上了乐轩和白家的宾客。 二十架直升机又浩浩荡荡地飞往了沈家庄园。 沈家庄园上空,二十架直升机盘旋而至,接新的队伍从白家回来了,临一时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白锦仪拉着乐轩温柔地说道。 我家丫头长大了,今天出嫁,从今以后照样是我的闺女。 乐轩眼含泪花,将小脸埋在了妈妈的怀里。 妈妈,我这辈子能遇见您,能做您的女儿,是萱儿的福分,你永远是我心肩肩上的妈妈,谢谢您,我永远爱您。 哎呦宝贝,大喜的日子,怎么哭鼻子了呢,妈妈也很爱你。 可以说,没有白锦仪,就没有乐轩的今天,养育之恩大如天,在乐轩心中,这份恩情无人能比。 没,我就是太高兴了,傻丫头别哭了,妈妈帮你补补妆,今天一定要做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好的妈妈,保证完成任务。 在豪门圈子里,乐轩可是情气书画样样精通的淑女,而沈亿更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无不投来的羡慕的目光。 恭喜义上,娶了个活宝新娘,简直是郎才女貌。 新娘子这么可爱又漂亮,新郎官可要小心妖哦。 我会注意的,感谢大家前来捧场,招待不中的地方请多包涵。 婚礼仪式开始前,沈灵和双胞胎兄弟带领的接行车队终于回来,兄弟几人接了个寂寞。 见到沈亿,几个人的脸色比锅灰还要黑。 沈老大,你还是人吗?一大早的让我们先走一步,你可倒好,竟然偷偷用直升机把人都接走了。 来去五百多公里,你知道这五个小时我们是怎么开回来的吗?太不是人了你。 反正你们也没啥事,给你们找点事情做做。 兄弟们别着急,咱们有的是机会。 沈老大,今晚洞房你给我等着,有你求饶的时候。 你们几个别捣乱了,梁晨及时已到,送新郎新娘拜堂去吧,晚上再好好地收拾她。 在沈家,白家,方家以及众多宾客的见证下,沈亿和沈乐轩终于喜结联礼,结为了夫妇。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尊敬的来宾,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那个,音响师,麻烦切换一下曲子,谢谢。 不是这首,结婚用的。 好的,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请问新郎,今天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你将与你深爱的伴侣步入婚姻的殿堂。 在这个神圣庄严的时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娶沈乐轩小姐为妻,一辈子照顾她,呵护着她,请问你愿意吗? 我愿意,无论风吹。 好了,肉麻的话留着晚上在被窝里悄悄说,接下来轮到我们美丽的新娘。 请问沈乐轩小姐,你是否愿意嫁给沈毅先生为妻,无论健康疾病富贵贫穷,相濡以沫,白头到老,永远不离不弃。 请问你愿意吗? 我愿意。 沈乐轩小姐,可以说点肉麻的话,大家都爱听。 我不,我要留在被窝里悄悄说。 差点给我整不会了,好了,婚礼仪式到此结束,让我听听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恭喜新郎新娘洗劫灵理,祝他们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也祝各位来宾和手机屏幕前的粉丝宝宝们心想事成,合家欢乐。 音响师,来一首happy一点的音乐,准备开启。 这碎嘴子司仪在哪儿找的,话真特么的多。 大哥以前的同学,刚干婚庆不久。 在众多亲友的见证下,婚礼仪式顺利结束,晚上,闹洞房这个环节自然是少不了的。 床上的502是谁放的? 你们几个臭小子,什么时候躲到我窗底下的? 第二天一早,乐轩突然发起了高烧,脸色红得很不对劲,嘴里还一直胡言乱语。 义军将军,别丢下我,回,回来,有诈危险,父皇要杀你,我不做公主了,带我走。 沈亿赶紧叫来了沈灵医生,我说大哥,你怎么回事啊? 轩轩这都烧到39度了。 我也不知道,昨晚还好好的,一大早起来就这样了, 你快让方颖过来帮忙。 方颖帮乐轩检查了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打完了针,现在已经在退烧了。 看他这情况,多半又苏醒了前世的记忆,才会一直呼喊着义军将军。 而沈亿则处在一边默不作声,像个做了错事的大男孩,愿由沈小三劳道地叫做。 大哥,玄轩现在烧已经退了,上午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这周必须分房睡。 婚礼忙了接近半个月时间,如今乐轩身体又不太好,沈老爷子对全家人发了话。 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三儿和盈盈的婚礼,我看就暂缓两个月吧。 爸,我和远哥也是这个意思,这几天忙前忙后,又招待客人,老太太的脚都快磨破皮了,过几个月,咱们再选个好日子。 沈大为了娶小六,把场面搞得太大了,短期内确实不太适合再办婚礼,得五六月份去了,可沈灵的心理却像猫脑一样着急,老婆每天在她眼皮子底下,就是不能带回家同床共枕,豪门圈子里规矩多。 没办婚礼就领了结婚证,要是再住进沈家庄园,不知道会被外界传成什么样子。 盈盈,这么早就打电话把你叫过来,肯定没休息好吧,是不是很累? 当然很累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只顾自己那点破事。 把女人不当人。 沈灵一头雾水,差点没反应过来。 我愿望啊,沈大也太不是人了,搞得我婚礼推迟不说,还被我媳妇一杆子打死了。 沈大一声,你可不是无辜的,我还要生孩子呢,十月怀胎也很遭罪。 盈盈,我俩不生,沈家兄弟多,让他们生去。 方医生小脸一红,低声娇羞地说道。 不生可不行,我想让你当爸爸,再说,我也想当妈妈呢。 那就要辛苦老婆你了,我听你的。 在白静怡和沈亿的细心照料下,乐轩终于没发烧了,脸色也已经恢复正常。 这大概也是丫头的结束,在她身上每发生一件大事,都会想起一些前世的记,然后毫无征兆的大病一场。 续节上集,在所有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沈亿和沈乐轩终于走到一起结为了夫妻。 如今所有沈家儿女中,就只剩下沈玉和沈浩这俩双胞胎没对象了。 老四老五,大学四年,你们就没有谈过女朋友吗?这不可能吧? 表弟白良跟沈玉是同一个大学,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 三哥,沈浩我不清楚,沈玉以前倒是喜欢过一个学姐,做了几天的舔狗。 后来发现学姐名花有主,还颓废了一段时间呢,听说之后还有一段。 你给老子闭嘴,敢编排小四爷我,小心我揍你。 说沈大和二疯子,白良丝毫不惧小四的威胁,继续抖她的黑料。 对了,她还有一段纯友谊呢,那妹子跟她认识了三四年。 后来在我们毕业的那天,妹子当着我们的面,忽然对沈玉说了一句,我喜欢你,你们猜结果怎么着。 别卖关子,快讲。 白良,你给我闭嘴,找死啊。 白良故作深沉地叹了一口气。 我拿你当兄弟,你竟然缠我的身子,咱俩不太合适,还是做哥们儿比较好。 说完这话,沈玉直接被吓跑了。 臭小子,就这点出息啊,哪有你爸我当年的气概。 在沈玉辩解前,白良急忙道破了真相。 三叔,你是不知道,那妹子长相一般,关键还是个平底锅,所以沈玉一直把她当兄弟。 没那种感觉,你们懂的。 我真想撕拉你这张臭嘴,还能给我留点秘密吗? 其实,我一直拿她当个小妹妹,现在人家都回老家嫁人了。 沈志伟瞥了一眼沈玉,红牙凤梨挤出一句话来。 臭小子,老子将来的儿媳妇,我不挑肥减兽,也不介意对方是什么条件。 只要别给老子打光罐就行。 没错,你三个哥哥都成家了,你们也二十好几的人了,该做什么用不着我多说了吧。 沈玉被彻底惹急了,气得张口一句。 老爸瞧不起谁呢,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是白良的小姨子。 大哥和萱萱结婚,有对双胞胎伴娘,就是其中一个,她叫狼瑶。 你小子挺贼的,这才几天的功夫,竟然给我来了个暗度陈仓,需要帮忙尽管开口。 白良话音刚落,一旁的沈浩故作装插,也当场给众人丢了一个炸弹。 巧了,我女朋友刚好也是这对双胞胎中的一个,她叫狼铃,是姐姐,以后四哥可就成我妹夫了。 沈小五,你从小不跟我对着干,就瞒嘴掌痘疮是不是,咋得不服啊,出去恋恋。 那对双胞胎的印象,沈家众人特别深刻,沈志伟还悄悄跟柳淑云吐槽过。 媳妇你看看,别人家的是一对小棉袄,我们家的是一对赖格宝,这人比人气死人啊。 可不咋地,我太喜欢这俩小丫头了,文静懂事,又有礼貌,不知道是谁家的姑娘。 多多久,我女朋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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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上的502是谁放的 你们几个臭小子 什么时候躲到我床底下的 第二天一走 乐轩突然发起了高烧 脸色红得很不对劲 嘴里还一直胡言乱语 一军将军 懒不作强不作强 省大为了娶小六 把场面搞得太大了 短期内确实不太适合再办婚礼 得五六月份去了 可沈灵的心里却像猫脑一样着急 老婆每天在她眼皮子底下 就是不能带回家同床共枕 豪门圈子里规矩多 没办婚礼就领了结婚证 要是再住进沈家庄园 不知道会被外界传成什么样子 盈盈 这么早就打电话把你叫过来 肯定没休息好吧 是不是很累 当然很累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 只顾自己那点破事 把女人不当人 沈灵一头雾水 差点没反应过来 我愿望啊 沈大也太不是人了 搞得我婚礼推迟不说 还被我媳妇一杆子打死了 沈大一声 你可不是无辜的 我还要生孩子呢 十月怀胎也很遭罪 盈盈 我俩不生 沈家兄弟多 让他们生去 方医生小脸一红 低声娇羞地说道 不生可不行 我想让你当爸爸 再说 我也想当妈妈呢 那就要辛苦老婆你了 我听你的 在白静怡和沈亿的细心照料下 乐轩终于没发烧了 脸色也已经恢复正常 这大概也是丫头的结束 在她身上每发生一件大事 都会想起一些前世的记忆 然后毫无征兆地大病一场 你的迫伙估计 wanted to 你 vamp估计 我还以为你 那么杨领地的迫传地